桃園市有这间的面线店养了两只价值40万的金刚鹦鹉 这可是店里面的活招牌 没想到凌晨的时候呢 鹦鹉发现有陌生人闯进店里面 所以放声大叫 这个小偷竟然拿着老虎钱 拼命地打鹦鹉的脑袋活活地打死了 痛心的老板将监视器的画面PO上网 希望大家一起来揪贼 两只价值不菲的金刚鹦鹉不断张翅躁动 因为戴着黑帽的男子从侧门闯入 看到陌生人的鹦鹉立刻放声大叫 窃贼竟拿老虎钱对着可怜的鸟儿一阵狂K 而鹦鹉脚上绑着铁链无法逃脱 男子抓住鹦鹉翅膀朝头重击后 走入店内行窃 还边偷边吸食强力交 临走前还再打垂死的鹦鹉第二次 真是恶劣至极 前门一打开 我倒是看到两只鸟就挂在那边 跟烤鸭一样挂在那里 看着仅存的鹦鹉 四主痛心不已 这两只枉死的鹦鹉价值40万 是面线店的活招牌 已经养了十几年 如同家人一般 四主将小偷行凶的监视器画面 PO上网 网友看了直说太可恶 誓言要以人肉搜索 揪出这个冷血杀鸟贼 中天新闻简正峰王一杰 桃园采访不到